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日港股偏遠,但跌幅較如期少 今天要和大家說的題目是 收水近朦朧,復甦股長紅 我們先看今天恆新指數的表現 恆指受到美股上星期五跌了180點的影響 今天就低開,應該要低走 恆指有內地有數據,PMI的支持 加上打風,只有半日市可能抵消了 即是減輕了那個弱勢 結果全日只跌過130點 但成交暢旺有440億元 我們先說說收水近朦朧 原本上星期聯儲局公佈了9月就不收水 大家認為很清楚 甚至有些猜到全年都未必收水 或者要交給下任聯儲局主席才會收水 但有權在FOMC投票的一個理事寶拉德 上星期五就說,10月有可能會收水 這個消息一出,導致全日大跌 跌了180點 現在的情況更加朦朧,更加不明朗 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收還是不收 因為剛才提到經濟預測,又下調了經濟預測 想著都不收,但突然又說可能會收 當然,他不是白藍黑說 但寶拉德也有權投票 他的投票也是有影響力的 所以市場有些分明拿到數 最近,炒復甦才是黃道 因為內地經濟不停有好消息出 今天最新的匯豐公布的9月份PMI初值 去到51.2 6個月以來最高 較8月份的50.1就大升 市場對炒復甦仍然會有資金追捧 內地上正指數,今天又上升 我們先看上正指數的圖 你見到今天衝上去,收2221升29點 回到恆指,你見到今天回落 但守住在短期上升通道底之上 中期上升通道很好 不過短線,你會見到這幾天 其實連續都是第四天已經高開低收 其實短線仍然很不明朗 會反覆的 各企指數的情況一樣 不過它的陰竹更多 除了中間,你見到有一支小洋 紅色這一支 收市價高過開市價之外 其餘連續 八個交易入面,有七個都是陰竹 即是說,上高的股額都很大 雖然中線走勢,仍然是樂觀的 在上升通道之內,可以看到萬一 但短線是反覆的 恆新指數,短線反覆 要守住這條上升軌才好 就算它守得住 你見到中線上升的目標,其實都不太多 二萬四左右 在短線反覆,中線又樂觀的情況下 即是說,怎樣算好呢? 基金經理其實都是在問這個問題 如果你看今天的市況 今天的走勢 估計他們現在敢部署 就是大籃籌那些 他們買得差不多,斬停了 等官網 因為收不收稅這件事 即是很不明朗 大炒復蘇,仍然都可以炒 炒甚麼呢? 就將資金流去二線籃籌股那裡 包括是甚麼呢? 今天黃黃,升了5.1% 恆安,今天升了4.8% 百例,弱勢的都升了4.6% 看看黃黃,5.1%的升幅 你見到它,今天大陽足上 準備上市今年五月的高位 有機會升得穿 恆安國際,這隻已經一直反覆上升 上星期五,穿頭破腳,好像看淡 今天,再來一支大陽足抵消那些弱勢 成交亦比上星期四更加多 即是走勢向好的,挑戰100元 百例即使是弱勢也好 都有少少反彈的跡象 今天有些穿頭破腳,當它是反彈 三隻入面,頭兩隻較為可取 第三隻就真是薄 但資金都不斷流入 即是賣這些二線的藍籌 也有些基金股也看到是這樣 例如蒙牛,現代木業,俠新元 這些奶粉股,又炒政策 又說內地奶坊,又說上條低檔奶的奶價 總之,注意此消息 看到資金就追捧這些 總結而言,短線可能仍然反覆一下 中線就看好,恆指是24000,各指是11000 看到短期資金流向二線股份 好,今天分析是這麼多,多謝大家